王大雷,把你们嘴壁上,爆出肌肉照回鸡白鞋鸡,网友议论纷纷每年的世界杯,到来,都会引起全球的热潮,而中国国足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国家的代表对成绩却非常惨淡,每到世界杯都会有非常多的人去议论国足,而国足的球员总是躺枪成为流量话题, 而近日台湾的一档节目中提到了国足球员拿着天价的工资,却不好好踢球沉迷于响,乐还在屏幕上晒出了国足球员的照片,称他们的身体看上去白白胖胖好像白切鸡,这个白切鸡的说法迅速在网上传开了,而照片中的白切鸡,正是国足运动员王永珀,王永珀公开表示,球迷们其实并不了解自己, 台湾媒体在节目上晒出的照片,只是非常久以前的法服照片,目前他的身材非常好,已经恢复到了最佳,而他的队友王大雷也公布了自己小组的肌肉照片,来强势反击网络上,对于说国足不够努力的说法,但似乎网友们并不买账,纷纷留言,所以那又怎么样,真能说明你们的态度吗?能进世界杯吗? 小编认为目前的国足确实是太过于弱势,而且就算身材跟上了,不应该是作为运动员必须的吗?何必拿出来炫耀,还是希望国足球员能用这口傲气去训练赢得中国的荣耀? 感谢观看